这是史上第一次副总统的配偶为外国籍 因为登记时间非常的仓促 而且牵测的范围相当的复杂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 现在我们已经找了律师团队跟中选会来做对接 来处理后续外国籍配偶在财产申报上的相关因应作为 但请大家放心 吴伴跟柯文这办公室一定会依法办理 我想要再问一下 就是会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 吴信仪现在宣布来担任副手之后 好像各界对他的批评指教是越来越多 那会不会觉得好像是针对他而来 或是针对民众党而来 包括这个之前是国籍问题 那现在财产申报问题 现在变成减霸 确实现在 如果你问我 吴信仪委员对这次副手候选人的 这个目前的社会氛围 因为吴信仪候选人 其实登记之后应该来帮我助选了两次 还有应该三次 还有一次是在他登记前一天 我实际接触到他跟民众的互动 其实民众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 大家是非常喜欢他的 第一个年轻有活力 第二个非常的亲切 尤其他有时候讲一下闽南语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认为他很亲切 很有国际观 那重点也很有活力 所以一般的基层民众的反应是很热烈的 当然特定媒体他会有议题上的一个操作 跟他们特定支持的政党 来做一些舆论上的一个操作 但是我觉得真实的民意的反应 才是最直接的 尤其副手的人选跟总统候选人的搭配 他本身是一个互补性 那三组候选人不可会言的 柯迎配这一组候选人的互补性是最高 不管是在性别年龄 还是成长背景跟专业领域 我想这个都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个组合 对手小美金 今天要受访的时候 有特别演出说 您是一个对于国际事务 会想对手的一个人 但是对于政治这边呢 还是有些些陌生 你怎么看他这个评价 B Kim是我们业界的前辈 所以我也就是尽量 尽我的一份努力 然后把我关心的议题持续跟大家沟通 然后再加一把劲努力 谢谢你们 如果明天中选会公布 那个副手他有双重国籍的话 那主席是不是会立刻宣布民众党退选呢 这个就有依法形式嘛 但是我希望中选会针对萧美琴的国籍问题 用同样的标准检视一下 要不要主动 然后先问一下委员 然后问一下就是说 刚才在讲的时候有一点激动嘛 就是刚才情绪好像有点难过 哎呦我在这里 哈喽 哈喽 就是刚刚在讲 一开始在讲的时候 好像情绪有点激动有点难过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想到过去的这个经验 所以才要来推这个手法 这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是呢 如果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 难过的原因跟过去的一些 可以帮我们具体的稍微讲一下 让大家可以更认识你这样子 人家都觉得说他难过了 你还问他说你为什么难过 这个都奇怪 我大概知道啦 但是我这个题目就很奇怪 想要问一下主席还是跟吴姓文员有关 因为昨天在开会的时候是不是有跟他讲过 就是最近发生的声音 有以过来人的经验 跟他有一些说就是有一些建议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吴姓文他就是也是蛮坚持做自己的 对于这个媒体的回应其实对于媒体的回应他没有解答 所以会不会担心就是说这样子引下去的话 会可能对你的选情有影响 因为我们要等到12月5号 第一点喔 其实政治也是一个专业 就是说应对进退 你想想看喔 10年前的柯文哲长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讲过 跟现在差多少 10年前你什么时候都看过柯文哲穿西装 对不对 穿布鞋 然后我去上海双城论坛来穿布鞋去 所以我那个大部分官员每一个都不在口袋 所以有一个穿布鞋的来参加双城论坛 但是这样啦 这个 我到底觉得这样啦 要取一个平衡啦 完全不做自己 太世俗也不好啦 但是 所以我也是讲说 政治有它世俗的一面 也有它 理想的一面 只是说我们常常在其中取一个平衡 那当然 这个我要替吴金言讲话 就是说 它毕竟喔 它的成长背景 是英国美国的 所以这种台湾的文化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 当时人家说你找这个 我说 互服性很强啊 我会在政治里面找一个人 所以应该 多元喔 开放是我们的政治里面 所以应该 我们尽量让这个社会有不同的人 那每个人在可以的范围内 也让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过活 这是我的理念啦 你知道 你要不要补充 不要 他就是 他就不是 我就讲个话 你觉得十年前的课子长什么样子 我还没有在 我还只去美国留学一年而已 我不是那种长期住在美国的 好 那次我想请委员补充一下 就是读心说 希望你可以找到平衡 那你觉得经过这下面 你有找到平衡嗎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接下来大家都很关注的 就是复守辩论的部分 请问你会接受这个 辩论的挑战吗 那现在有没有再做一些加强训练的 当然我欢迎挑战 非常欢迎挑战 谢谢 那这一次找到平衡的部分 有找到平衡的吗 这一次的参选 对我说都是滚动性的挑战 然后也很荣幸的机会 接受民众党跟主席 给我这个机会 You know to have a up close and personal 学习 我感觉这几年来 我在外国看台湾 看外国的事情 现在看台湾 我感觉很高兴 非常可惜 台湾有非常多美好的地方 可是这几次的政党轮替 台湾真的有变得更好吗 那有机会三年前参加民众党 那当然很突然间地服 现在在主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给我这个任务 当他的副手 那我一定会用尽我的办法 让我的专业跟国际化 跟我所希望台湾的改变 来未来这几周 努力地跟每一个民众来沟通 谢谢你们